又有人吃霸王餐了 来看到花莲近期出现一对正姓兄弟 到处吃霸王餐 受害店家至少六间 这对兄弟党自称是大学生 说身上没带钱 留下了假名跟电话 说事后会来付钱 结果人就消失了 也把店家跟警方的电话封锁 警方追查 发现他们根本不是大学生 全案一乍气醉争办 双胞胎兄弟到花莲后站早餐店 买早餐但没带钱 说晚点回来付 但却从此消失 还谎称自己是大学生 留下假名跟电话 总共点了395元 四个主餐吃不够 还买两份甜点 就给学生方便这样 那联络的时候才发现 他已经把我们的电话都做封锁了 店家气了报警 但就连警察打给他们也被封锁 受害店家可不止一个 那你们两个都同时没带钱包吗 我说那就很奇怪了 他说可是我们出门都是一起出门的 我们两个人用一个比较 估计重施同样在花莲后站早餐店吃霸王餐 11号又有可丽饼店家受害 双胞胎迟早只剩一点点 但却说可丽饼没加起司 直接赖账 现已掌握两名涉嫌人身份 加强查气 实验大案说明 兵将依刑法诈欺罪险 还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根据了解受害店家至少六间以上 两兄弟不断在花莲骗吃骗喝 难保哪天不会吃上饶饭 这陈静业花莲报导 再次出发 被刖写自己的注意力